音樂 我的名字是真俊成 他們平常都叫我小成哥 從職業軍人退伍以後 我就創業開飲料店到現在 平常空餘的時間 我都會到消防隊擔任舊務志工 救護之中主要協助就是警交在執行一些緊急救護的勤務 算一算到今年也過了20個年頭 我的車牌我都會把它尾數學119 車牌119是好記啊 因為我覺得既然從事這個消防志工這麼久了 我覺得這個數字對我來講還蠻有意義的 大概就是信仰吧 我現在基本上每一台車還有每一台交通工具上面 我都會放一些基本或簡易的急救器材 然後是配合需求的 像基本上我現在每一台車摩托車上面 都會放至少會放一台戰術止血帶 可能一倍不實之勳 那天我剛好要下去竹南三家大婚姻 路途上經過的時候遇到了大型遊覽車翻覆的事件 我就背著急救包衝下去 我那時候還有有用他們的口音說 各位同志們我們這邊有救傷車 待會來這邊之後有救傷車可以走 我就打開我急救包 然後我就拿著生理實驗水 就快速幫他做一個沖洗的動作 他說他的手臂疼痛啊 就要幫他做一個三角巾的懸臂 幫他吊著 我就後來就拍車回 繼續下竹南 後續消防局知道之後 新竹市消防局的長官就幫我行為到國防部 那時候的部長高華駐部長 有時候這種事情應該要表揚 所以那個時候是我 應該算軍旅生來 受到一個最高長官等級的表揚 雖然就是一針獎狀加一支手錶 可是我倒覺得說這個東西就是對我有肯定 所以那個時期對我印象是還蠻深刻的 那時候在浦鼎分隊邪情的時候 我們派車出去到達現場之後 是在高速公路交流到正下方那邊 現場我們就看到一台巴士 然後旁邊倒了一輛機車 印象深刻就是那一趟救護我下去的時候 其實自己有被震撼到 因為有個小妹妹被壓在車子底下 輪子底下 後來我們就緊急把他拖出來 那在救護車上的時候 給他CPR跟給養一路到醫院 我記得小妹妹的眼睛 在我給養大概沒多久之後 他就自然而然慢慢就合上 他那時候他妹妹在車上 對就是 對 那妹妹那時候就有說 可不可以救了他姐姐 對 對 結果93年的5月 我記得是5月13號吧 那天 我退停的時候 我就一如往常的 騎在大溪 濕門水戶路段時候 我 我太過自信 結果發生了車禍自衰的時間 導致了 大小腿 雙腳都骨折 然後 人車分離 然後倒在地上 那時候 當我眼睛醒來說 好像是5月 我就問他們說 欸 啊我怎麼呢 他們說 你差點死掉了 你知道 康復之後 我可以 我就應該再去幫助 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覺得這就是生命延續的意義啊 所以 如果我可以活下來 那我可以再去服務更多的 我可以救更多的 只要 被載送的病患家屬 或者是 患者 他到醫院 跟你說聲謝謝的時候 其實 那個成就感 那個就是一個最大的成就感 我今天幫助的人 他 他再去幫助更多的人 我覺得人生大概就是這樣 做善的循環 然後 把這個 去助人的風氣 去延續下去 我覺得 世界上會變得更美好 我的想法就是 快樂 助人 不計較 很多人 問我 我會做到什麼時候 我想 我會做到不能做為止 不做生命的 還要不做人 好嗎 我會做到什麼時候 我會做到什麼 Bo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